时下,饲养宠物已成为不少80后、90后们的生活爱好。 据2018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调查显示, 2018年中国城镇养宠用户已经达到7355万人, 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1708亿元。 从吃住玩耍到求医问药,人们越来越舍得在宠物身上花钱。 在杭州一家宠物店内, 50平方米的半玻璃式室内恒温净化游泳池,设置了潜水区和深水区。 泳池专为训练宠物游泳设计, 每天有专人打捞池中的杂物和宠物的毛发。 当时他们这家店不是公众号特别火吗? 好多那个,后来看见了以后就带那个正好也养了一只这种就偏大型的犬, 就来这体验了一下,觉得还挺好的, 因为他也特别喜欢游,我觉得就是,因为他还小, 他在四个月嘛,在家里就是拆东鞋,摇鞋,各种, 就很皮,但是他用好游泳以后回家就直接就睡了。 为了爱宠训练有成, 龚婉婷请了专业教练来指导, 而这样一次游泳将花费主人数十元到数百元不等。 而对于宠物主们来说, 节假日期间的宠物寄养也是一项大花费, 由宠物寄养店提供豪华套间, 专人为宠物铲食、喂食、剪指甲, 还会带宠物外出晒太阳。 一家五星级宠物酒店内的总统套房一晚接近500元, 宠物们可享受专门提供观看的高清电视节目。 这个声音的话基本上都是放一些大字形的声音, 放在它的声音是会处理过, 那那个画面因为狗仔看得到的颜色是比较少的, 所以颜色也是经过处理过, 你和我们平时看的电视上的颜色是稍微有些规别的。 不仅如此, 酒店还会为宠物播放古典音乐, 虽然价格昂贵, 在节假日时, 这些宠物豪宅却经常会供补应求。 此外, 宠物们的营养补品, 摄影血针, 粉丝经济等方方面面都备受养宠人士的关注。 宠物医疗也逐渐成为商家们眼中的香饱饱, 在位于江苏的一家宠物医院内, 耳鼻喉科, 皮肤科, 骨科, 内科, 乃至牙科等都提供专业医生的看诊服务。 核磁共振, CT, 血液透析仪, 高压养仓等这些人类医院中的设备, 如今也能为宠物服务。 为了让宠物活得更健康, 还有宠物主带爱宠去看中医。 格昂贵有94种血维, 192个竞争店, 因为它不同的血维, 有的血维只有一个竞争店, 比如说脊柱的血维, 它通常就只有一个竞争店, 而这个什么, 腰腹部的这些血维, 通常所有对称的, 它可能一种血维就两个形成的。 宠物医疗市场的发展, 让保险公司看到了商机, 有保险公司推出了宠物医保, 在吉林长春, 某宠物医保分为三档, 每年保费在580元至1880元不等。 有基础档的上保40种病, 然后理赔的话, 保额是2万, 每次理赔上限是5000, 然后还有一种是保118种病的, 保额是3万。 但目前, 中国的宠物消费市场管理尚不健全。 2018年, 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, 宠物服务消费中, 医疗服务消费占比最高, 但宠物主人对医疗服务不满意的比例 高达47.1%。 宠物医保是否能广泛推广, 理赔方式是否合规, 这些问题还有待市场评测和相关行业部门监管。